HELLO 各位你們好 我是STEVE 最近我們工作比較忙 拍片也比較忙 阿菲是特別忙的 我們決定請了幾天假 休息一下 探討朋友 其實我們有一位朋友 他是一家三口 已經住了英國一段時間 住了一年 所以我們就決定探討他們 看看他們在英國住得如何 好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做一個快快的介紹 我位朋友叫張師傅 他老婆叫阿May 還有他兒子叫Marcus 其實他們住在Nottingham 我最想找張師傅 學一下如何砌模型 我都想砌一些遙控車 所以砌高達模型 是第一次去玩的 所以就想找找張師傅 他都很有經驗砌這些 不過最重要是找找他們 在Nottingham 他們生活住得如何 看看他們住得開不開心 好吧 我們不如跟張師傅聊聊 嘩 你這間是男人房 是啊 簡直是一個man cave 比你那間 厲害 這間很厲害 在砌高達模型 在砌高達模型 學習砌高達模型 在砌高達模型 在砌高達模型 有少許香港人 現在不是 但是 相反了 當我來到便是事與願為 世界不一樣 哈囉阿May 哈囉 你在煮東西嗎 是啊 你的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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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衣服很合襯 嘩 是啊 這麼巧的 我今天做西米露糖菜 嘩 正 冰冷了去加芒果 那你在這裡多煮食嗎 多 做了一年的家庭主婦 那辛苦嗎 你在香港也是少煮食嗎 香港通常都是下茶餐廳 然後是姐姐煮 現在過來 基本上很少外出吃 嗯 那你煮這麼多餐 辛苦嗎 還是你覺得還可以 幸好家裡那兩個大小老闆 都容易臭的 煮什麼都吃什麼 是啊 我們都是煮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太花巧我就已經應付不了了 很厲害啊 看到你種菜 是啊是啊 我們今晚吃西洋菜 嘩 厲害啊 西洋菜煮湯 西洋菜也是種的 吃了第二次了 嘩 很容易的 你可以學一下 然後這個是菠菜 菠菜也是很容易種 撕上旁邊的葉 這個是吃第三次了 咦 咦 就翻山了 然後再放一點 豉油 嗯 不錯不錯 非常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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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呀 西洋菜 懂得說嗎 哈哈 嘩 嘩 嘩 由我决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是没什么人知道这个地方 没什么人说这个地方的 又正正是这样 我又很想找一些 可能在香港都市生活得太久 很想找一些 减薄一点的 又没有去到紫香村的 不用太大城市 又不要太落后 我就锁定了Nottingham 所以我都觉得没有选错 好好 住得很舒服 这里也治安挺好 治安还可以 香港人我觉得他们最关心的 就是治安问题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地方 你最好的区也好 你总会一定会有一些治安上的问题 但是你说不是那些很大型的 那些常常聚走打架 又或者是一些很严重的 那些就是那些谋杀 我觉得已经是 其实已经是一个好区了 那些小孩呢 小孩呢 他们就开心了 是吗 是啊 就是小孩读书 就真的是他们的天堂 这边真的是他们的天堂 嗯 嗯 他们以前香港是不想上学 来到这里就是不想放假 是 这个分别都挺厉害的 就是 真的太大压力了 嗯 先不讲其他问题 他们读书啊 功课啊 真的 我看到我都觉得恐怖 不要说小孩 我想这个不是这么简单 香港的分别 我想 我小时候在英国读书 都是 我都没有这个感觉 我想这一代是 真的是 不同一点 是的 英国现在真的进展了很多 是的 这方面应该进展了很多 是的 不过我看到他们是开心 他们开心就可以了 我觉得他们开心 我也值得的 是的 我想成长不是读书 读书 就是他整个人的 allround 是的 什么都是 就是所有东西配套 就是他的心智 心理 就是言论 所有东西是一套的 他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小朋友在旁边 可以啊 是吗 嗯 赞不赞成啊 赞成 哈哈哈哈 赞成什么呢 说清楚 上学是天堂 哇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放假 现在 不想放假 哇 这么开心啊 这同学好吗 我好啊 老师呢 老师 我好 刚好这个暑假 Marcus 就有得参加 这个 Nottingham Forest Marcus Council的 Free Fun and Free Program 那我 看那款都应该玩得挺开心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他们自己的 Council 有没有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不如听下 Marcus 他做的什么 嗯 好像 有些东西玩 Fun for Free Fun for Free 有什么Free啊 Fun for Free啊 食物是Free 有什么食物 你今天吃了什么 有什么食物啊 蛋三文治 还有咖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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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了什么酒 我拿了这个 哇 还有个lunch 给你拿 有什么玩啊 今天其实 有 有什么 嗯 有 跳舞啊 有 跳什么舞啊 全身啊 全身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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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还玩了什么 有篮球 有足球 有Tennis 我的篮球 就是我家吗 还有 有些 粗体能的那些 粗体能 那 粗体能 那开心啊 开心 知不知一个新朋友仔 知道 是 知道 在这里 张师傅 为什么大家叫你 张师傅 什么 不知道啊 哈哈 可能就知道 我玩功夫 那别人叫师傅 当然有点了 是什么师傅 我不是师傅 打拳那些 打荣春 对啊 对啊 张师傅 你教荣春 你教荣春的 我没有教 有没有人挑战过 挑战过 都没有 因为我跟师兄弟玩 通常都是 OK 以前有私人约会 就经常出来玩 对 都不是叫挑战 研究一下 对 没有 没有站在桌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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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拍戏 有没有自己继续练 都有的 是 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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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随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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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你来了英国一年之后 你又觉得你自己开车有什么改变 或者你一来 英国一年之后 现在已经习惯了 香港车没什么 开车态度跟香港差不多 但是这边开车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轻松很多 你可以享受慢慢开车 但是香港不可以的 你走得慢一点 它会向安 因为轻松了 你不需要很赶时间 你又不会怎么中到快响 对啊 但是你也中过一张 中过一张 对啊 中过一张最低速的快响 最低速 就是 走了三、三十分 对啊 其实那个快响是 不小心而已 就是不小心 拍隔壁而已 拍车头应该不是我的 原来真的寄信给我 英国的坏东西 都是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对啊 我爸说这些是 Shit Envelope 因为我是Brown 对啊 是屎的 所以是Brown Shit 但是想提一提香港过的这些驶机 如果换了车牌 只有六分 只有六分 只要小心一点 什么 我们例如香港车牌 初两年而已 初两年只有六分 真的要小心一点 即扣了六分就没有了 没有了 对 因为你们本土英国车牌是12分 对啊 因为我们新牌制都有这个规则 因为香港换英国车牌只有六分 所以千万不要中牌上 不要冲灯 两年后就可以了 对啊 两年后就给你十二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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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做真真正正正家庭主妇 但是这么大间屋 要打理这么大间屋 辛苦吗 初头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很害怕 吃这么大间屋 哇吸尘滑地 我又觉得这里可能空气好 都没那么大层 其实你每天基本清洁一下 每天基本清洁一下 其实都很干净 那你这里最喜欢什么 最不喜欢什么 不喜欢吗 真是难啊 不喜欢 其实 真的没什么不喜欢 我过来 喜欢就是慢 生活上 一样东西都很慢 还有吃东西很便宜 哈哈 自己住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吃就贵 以前 如果相比香港来计 这里的生活 是真的便宜很多 暂时没有 英文 慢慢学 就算英文 慢慢学 比如你看医生 我想有时是看哪一间 GP那些 不过他都帮你反译 我需要去医院复诊 他怕我英文不行 他会主动找个翻译 让我去看医生 香港人是反译 是香港人 但他懂英文 也挺贴心 这边医疗系统是挺好的 你不需要要求 他觉得你不需要 你需要这个服务 他就会给你了 感觉这边 是 你做 他做什么都可以 他以你的想法先行线 他帮助你先行线 这几天 和张师傅 May和Marcus一起住 我们都感觉到 他们都 整个家人都 生活愉快 最主要的原因 他们来到英国 都是为了他的儿子的将来 除了这一件事 我想整个家人 May和张师傅 他们都 暂时都很开心 他们两位都有自己的 追求和娱乐 不如我们问一下他们 他们有没有提供 帮助 将来 未来的 英国 香港人 我觉得要将香港那套生活模式 先放一放下 那 就不要说 常常都靠香港和英国 是怎么怎么 我觉得就要好像一张白纸 那样 来到 因为是新生活 你就真的要去迎接一个新生活 不要再将香港那些 香港的节奏是快的 英国确实是慢的 但慢不代表它是不去跟进 你要给些时间 内心一点 你自己的心会觉得舒服一点 嗯 社会不同 没得这样比较 是的 因为外国人的生活模式 他们没有我们香港人的节奏那么快 他们是 他们慢一点 你可以说是慢 但其实外国人不觉得自己慢 我觉得不需要那么急 慢慢跟进 但是 其实我都听到很多意见 譬如看医生 那些难处 其实是有的 我初初过来都觉得是 为什么这样 我们以前下去 可能就去下面看私家医生 很简单 去设计 设计就有 但是你这里看GP 可能你打完去设计 他未必是 你会在face to face 见到医生的 可能只是电话call 他会问你 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意见 或者叫你去药房配药 所以我觉得分别是这样 香港人要少少地 慢慢适应一下这些 是很大分别的 确实是很大分别的 除了慢一点 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试下放开自己的心态 看下别人 人家总有一些好处 我觉得 不要想着别人去歧视你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这件事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你不如放开一点 去感受一下 看看出去走多一点 尤其是社交圈子 隔离论社的关系 打好一点 那你个人会 挺开心的 我觉得 过来也是 开心多个不开心的 事实 这个是 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我和阿飞 这几天 都和张师傅 May和Marcus 一起住 都住得开心 我来到开心 看到他们都在英国 都习惯 生活上都开心 希望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按like subscribe 和按一下小鈴 拜拜